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2年 谢婷婷出生于香港 父亲是影坛风流多情的谢贤 母亲是美艳的女星迪柏拉 哥哥是横跨商界和影坛的大明星谢婷峰 谢婷婷的成长环境注定了她会过得与众不同 一家人都是演绎圈子里的人 所以父母对女儿的期待有所不同 他们不希望谢婷婷进入娱乐圈 于是从小就教导谢婷婷要认真读书 小的时候谢婷婷还蛮听话的 书读得还不错 谢婷婷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她不再是那个听任父母摆布的乖乖女 在学校学习的那几年 接触了西方文化的自由与开放思想 谢婷婷开始了放飞自我的路 而且越走越远 新二代的孩子想要避开美光灯的追逐 确实很难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 谢婷婷回港度假 但是因为媒体一直都在追谢家的新闻 因此谢婷婷也难免会很被动的 接受到余季的采访 就这样 她渐渐的被一些广告商注意 不过谢嫌和迪伯拉并不希望她涉足娱乐圈 谢嫌希望她能找一份在写字楼的工作 于是在谢婷婷的介绍下 谢婷婷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到第二品牌店从事文员的工作 2008年学业有神的谢婷婷回到香港 原本打算在商界发展了她 却因为身材相貌的出众 误打误撞的进入了模特圈 因为前任嫂子张伯芷的绯闻 频频登上各大娱乐版头条 所以预计曝光率越来越高 再加上她模特的身份 2009年的时候 她就被导演王金看中 将其招指挥下 因此进入了娱乐圈 一个本应在商界成为白领精英的女子 就这样因为各种原因 让父母的期待落了空 或许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既然进入了娱乐圈 一般人的想法 或许是那就好好的发展吧 但是谢婷婷却并没有那么喜欢拍戏 她偶尔在一些电影里面跑跑龙套 她的兴趣依旧是在时尚圈发展 谢婷婷的情势跟父亲一样非常丰富 但是每一段恋情都很短暂 2001年媒体就爆出谢婷婷的第一段情史 男方叫做白恩荣 这个男生脾气很差 因为跟记者动粗 后来惹上官司 这也直接导致了谢婷婷和她分手 这段恋情结束没多久 谢婷婷又被余计排到 跟一个帅哥当监失文 2004年谢婷婷被媒体爆料 称她在温哥华期间 每天都翘课逃学 每天都在谈恋爱 在此之后没过多久 谢婷婷又被传出与陈龙的儿子的绯闻 之后又被爆出与陈红叶的恋强 2005年谢婷婷 与一个外国模特传出恋情 后来因为男方要去新西兰读书 这段感情也不了了之 2006年谢婷婷再次被媒体拍到 她与一个相貌酷似好莱坞明星 奥兰多的男朋友当街热闻 不过没过多久 男朋友又换成了貌似麦迪文的男人 2007年谢婷婷认识了一个 在夜店上外的男人 对方比她大14岁 谢婷婷平时也很喜欢去夜店玩 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两人玩累了就回到谢婷婷的降规 一起过夜 2008年谢婷婷又结识了一个新男友 这个人就是安智杰 她是李文的前男友 不过那个时候谢婷婷是有正牌男友的 也就是说谢婷婷当时是交财 两只船的状态 一个月后记者拍到谢婷婷 到明店扫货结账的时候 打电话叫男友来付账 这个男人长得很像王敏德 不过这个男朋友并不是娱乐圈里的人 当时余姬的评价是谢婷婷把她当成人肉提款机 就这样谢婷婷的男朋友更换的速度跟她的父亲一样 如同地里生长的韭菜 割了一茶又一茶 而谢家的绯闻从来没有断过 从谢谢年轻时的花边新闻开始 再到离婚后牵手向女友口口 之后是张博之跟谢婷婷离婚后 两个人也经常传出藕断丝联的新闻 那个时候谢婷婷每次去张博之处 看望孩子都会被媒体夸张报道 称两人有附和的迹象 为了求证 余姬也经常会向谢婷婷打探一些消息 2019年6月份 谢婷婷在社交平台公布了自己生女的消息 媒体一片哗然 因为众所周知 谢婷婷并未结婚 所以谢婷婷这是未婚生女呀 据说谢婷婷的做法曾经遭到哥哥的强烈反对 不过谢婷婷如果会顾及家人的感受 那就不是谢婷婷了 因为谢家门风如此都是个性歧视 自古虎父无犬女 谢婷婷在感情路上的一意孤行 这一个人溯源并不奇怪 或许是因为谈了太久的恋爱 谢婷婷也觉得累了 如今年纪40的她或许确实需要一个小孩子 陪伴在自己身边 谢婷婷非常喜欢女儿 经常会晒出女儿小手小脚的照片 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谢婷婷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的坦然接受 兄妹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 关于孩子的生父的猜测 在网上也形成了一个热议话题 由于谢婷婷交往过的男朋友 数目加起来有一个加强牌那么多 所以想要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确定奶爸正主是谁 估计还要等孩子长大些后 才会露出一些痕迹 不过根据网友们的努力挖掘机的能力 有人爆料 据说孩子的生父很有可能是温哥华人 听说这个人与谢婷婷是同窗好友 还有人看到两个人一起出入高级会所 因此推断 男方家境应该还算不错 谢婷婷公布未婚生女的消息 是在孩子出生100天后对外公布的 刚开始的时候有遗迹采访谢嫌 当时老爷子都被问蒙了 因为消息传得太容易 谢嫌也过后知晓的 当时谢嫌还警告遗迹 不要乱写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谢婷婷是瞒着家里所有的人 私自做的决定 难怪家里的人反应如此激烈 其实谢婷婷的任性妄为 也可以是理解的 当家人都在各自忙碌的时候 只有从外界获取关注 才会得到温暖与关怀 平凡更换男友 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而选择未婚生女 将女儿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取占有 也是对男性失去信任的表现 或许谢婷婷从家人失败的婚姻中 感受到唯有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谢婷婷对于妹妹的选择 其实一开始并不赞同 因为她担心妹妹会吃亏 因为无名无分就等于没有保障 从最初的兄妹断联 由此可见 妹妹如此胆大的决定 确实伤了她的心 不过血浓于水的亲亲 是任何事都不能阻挡的 既然生命被谢婷婷煮成了熟饭 家里人也渐渐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不过有网友就此事评论说 谢婷婷这样做并没有考虑到孩子未来的感受 因为养娃不同于养宠物 每个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如果某一天小朋友长大了 面对所有外界对她生父的猜测 不知道小朋友心里的状态 是否能跟她的妈妈一样强大呢 还有网友说自己就是担心家庭长大的孩子 了解那种自卑的感受 确实很难理解谢婷婷这样一孤行的做法 不过谢婷婷生产的时候 母亲迪波拉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当雨季采访她时迪波拉表示 自己很开心 升级做了外婆 由此可见迪波拉还是很支持女儿的 或许谢婷婷不想要婚姻 只想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得到了母亲的认同 毕竟现在离婚率过高 而且谢婷婷谈了这么多恋爱 或许确实也感受到累了 不过小孩子总是有一天会长大成人 总有一天要面对全世界这样的猜疑 她的爸爸是谁呢 不知道小孩子能否能承受这么沉重的压力 如今谢婷婷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生父是谁 依旧无人知晓 39岁的谢婷婷至今没有婚讯传出 关于谢家的那些层出不穷的绯闻 似乎看不到尽头 他们不觉得累 在感情里一直兜兜转转 因此丰富了娱乐头条的各大版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